这一家我们来学习一下数据路由的原理 首先呢咱们要知道什么叫数据路由 大家看一个图 咱们都知道一个所以呢 它是由多个分片构成的 当然了每个分片也可以有副本 这个分片呢我们称为PrimaryShot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索引 然后呢这个索引呢有三个分片 这个时候呢用户或者我们的应用程序 要向这个ES当中添加一个文档 添加一个文档 那么这个文档肯定是存储在这个索引中的 某一个分片上的 对吧 那么要么是这个 要么是这个 要么是这个 那么这个具体存在哪一个分片上 这个肯定是由ES来决定的 也就是说ES来决定 我们这个文档存储在这个索引的哪一个分片上 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就叫做数据路由 也就是说ES来决定文档存储在哪一个分片上的这个过程 就称为数据路由 当然了我们要查询文档 也要确定这个文档在哪个分片上 我们要删除或者修改 都需要确定文档在哪个分片上 这个过程就称为数据路由 那么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ES它是怎么这个实现数据路由的 ES呢 它使用了一个算法 来确定我们这个文档在哪一个分片上 这是那个算法的公式 我们看一下啊 最终我们要确定下来的是在哪一个分片上 然后看一下 它这里面用到了一个哈希算法 然后和谁 取了一个余数是吧 和这个看一下这个翻译过来就是 主分片 Primary Shad的个数 和Primary Shad的个数 取余数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还这个 咱们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索引 它有三个分片 有三个Primary Shad的副本啊 我们不用考虑副本 只考虑它的Primary Shad的 那么当我们进行文档的增刹改查的时候 每一个文档 它都默认有一个什么 Routing的值 注意一下啊 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就称为路由值 每一个文档都有一个这个Routing的值 这个值默认就是文档的ID的值 默认情况下 就是ID的值 大家看一下这儿 我们就需要用到这个Routing的值 也就是说 它会对这个文档的什么Routing的值 使用什么哈希函数 使用哈希函数进行计算 那么算出来的这个值呢 再和主分片的个数取余数 那么和主分片的个数取余数 那个余数肯定是在什么 肯定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了 肯定不会抽这个分片的个数 它是从零开始的 比如说有三个分片 那么它的就是零一二 对吧 那你和它取余数 肯定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那所以说 我们最终算出来的这个值 就是能够确定具体在哪一个分片上 这个就是这个什么 ES使用的这个路由的算法 咱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现在要添加一个文档 添加一个文档 那这个时候 这个文档最终放到哪一个分片上 是吧 那比如说咱们以添加为例 我们在添加文档时 文档时肯定有一个ID值 这个ID值呢 默认就作为routing的值 比如说这个值呢 是6 假如说是6 然后接下来 它会对这个值 比如说这是那个什么 ID的值是6 那么这个ES呢 首先是吧 它会使用一个哈希算法 对这个6 进行计算 使用这个函数进行计算 那么假如说 咱们这个值是这个28 假如说 628 那接下来 它就该让这个算出来的这个值 和这个谁 和图分片的个数 我们现在有三个对吧 和3取余数 这个是 3927 是吧 余数就是1 余数是1 那么这个 这个时候它就 确定下来了 这个文档存储在哪一个分片上 那1就是 编号从0开始 那1就是第二个分片 对吧 那最终就把这个文档存储在 这个分片上 存储在它里边 这就是路由算法 好的 那么这个routing的值呢 是吧 在这个算法当中是比较关键的 咱们可以使用它的默认值 当然了 也可以咱们手动指定一个值 咱们自己来指定 那么这个有些情况下啊 我们最好是手动指定的 这对于提高负载均衡 以及提高批量读取的性能 都是很有帮助的 那么这一点大家先先记住啊 那么正因为这个什么 这个ES所使用的这个路由算法当中 涉及到了这个primary sha的这个这个个数的问题 所以咱们到在这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这个一个索引 它的分片一旦确定了就不能修改 对吧 也就是说这个primarysha的个数 我们在冲件所引是确定下来啊 在后边是不能再修改的 原因就在这了 如果你这个值变来变去 对不对 那么本来我们在 本来咱们在存这个文档的时候 是吧 存在这个sha的上了 那结果那个个数变了 那么下一次再计算 可能就到这个上面了 那很显然你从这上面是 找不到这个文档的 对吧 那这就是为什么啊 这个分片的个数是不能修改的 当然了副本的个数是可以改变的 因为它这个算法当中 并没有用到副本的啊 并没有用到这个什么 replicashad的个数 嗯好的 这这一讲呢 咱们就说了一下这个数据路由的原理啊 这一讲呢 咱们就讲到这里 咱们就讲到这里